哈囉大家好我是大根口袋空空 還在想著月天遊人嗎 還是你想要財富自由 那卻只能天天遊民 不要緊張 不管是房市理財還是股市投資 通通來看我們的財富老司機 5月18日每週二晚上7點 我們在NOW NEWS今日新聞等你喔 歡迎收看財富老司機 黃群人NOW NEWS董事長 曾擔任知名電視台節目部經營 鼓勵年輕人多學習理財 並激勵大家多充實自我 勇於挑戰 不要害怕失敗 彭環恩房地產學專家 或台灣大學政治所博士學位 過去曾擔任報社總編輯 並於是新大學擔任學院院長 鼓勵年輕人 以投資房地產為努力方向 你們可能看到我們兩個 這個中廊年人坐在這裡 可能不清楚我們到底想要幹嘛 潘老師好 喔好 請可以介紹一下 這是這個彭環恩彭教授 他是這個 四星大學傳播學院的這個院長 先院長 剛剛退休 可是呢這個彭老師是我的老師 他在這個非常非常這個擺盲之中 我們請他想要對這個年輕人說一點 我在四星大學有開金融市場與新聞的課 連續已經十多年了 那現在最主要的是針對大學四年級 休克的先已經限定大學四年級 他們要進入社會 我跟他們分享的就是投資理財的觀念 不僅是說要希望他們可以 將來如果是採訪財經新聞的時候 他有這些的觀念 更重要的這些觀念可以用在他自己人生的財富積累上 這是更重要的事 那經過的這十年 我有點信心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投資資理財這門課 那所以呢我就想這個跟群人 那把他拉下海了 彭老師是一個我非常非常尊重的學者 而且是一個非常活用知識上的學者 我是他的學生在三十多年前 我們就定期跟老師在課堂上跟課堂下聊天 那除了這個專業知識上面的啟發 還有最重要的東西是他對於生活還有理財上 在這個過程裡面利用他的這個財務上的槓桿 能夠得到這個非常非常好的財務收入 現在目前有財富的自由 所以呢這個壽星階級能夠像老師這樣子的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個經驗做一點傳承 所以呢這個我才會請Nonews來聘請彭老師 我們來對現在的年輕人來做一個很好的教育 因為我覺得現在目前的年輕人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我也只好這個裴老師下海了 我群人是我學生中間是在事業方面是最有成就的 我們說最好可能最好之一吧 這樣子的話就覺得 沒有沒有老師老師抬愛啦沒有沒有 老師有很多的朋友的學生 彭老師呢是這個因為非常非常喜歡的教書跟念書 所以彭老師的選擇在職業上的選擇就是成為大學的教授 那這個彭老師也這個邀請我去這個大學任教過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我喜歡比較冒險 所以我選擇的部分是一個創業的道路 但不管是什麼樣的東西其實最重要最後面都是 我們是不是在我的人生裡頭能夠得到財富自由 那這個事情也是我們今天想要錄這個節目的目的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辛苦 但是哪一個世代不辛苦 我們認為其實最重要的東西不是你工作多努力 當然它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東西你要有一個不同的腦袋 如果你沒有理財方法論 你沒有這種理財的事業 你賺不到那樣子的錢 而現在目前是一個比較知識密集的這個產業 跟這個金錢加上知識的一個年代 所以我希望我們兩個人可以在談話的過程裡頭 我們實意上面的經驗部分 能夠教導我們這個 不能說教導 而是說能夠有一些啟發分享給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坐好 距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